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在ES6当中 比如的一种新的数据结构 叫做SET 其实SET和我们之前所学的数组 特别相似 但是注意 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值 是不是有可能是重复的 但是SET里面的每一个值 一定是唯一的 它并不会有重复的值 这个就是SET的一个特点 接下来我们用代码来演示一下 SET都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以及SET的一些常见的应用场景 我们看代码吧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2-15 即15个例子了吧 .js 然后在入口文件里面把它并进来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怎么去定义一个SET 大家看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S 等于NewSET 对 这里面是通过New关键字 去New出这样一个SET 然后我们输出这个S 我们保存一下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输出一个SET结构 括号0 只不过因为当前SET是一个空的 我们还没有给SET 你们去负一些值 对吧 这边输出一个SET 大家看 我们再去演示 比如说当前我还是NewSET 但是我给它设置一些初始值 注意 当前我设置的初始值 它是一个数组 比方说我放一些值进去 1 2 3 这时候我再输出这个SET 大家看 是不是里面有三个值 分别是1 2和3 那刚才我说SET的特点 是不是里面成员的每一个值 都是唯一的呀 那我们试一试 比方说 我这里面还有个值 但是还有个2 大家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2 保存 大家看代码第五行输出结果 有没有发现 只有一个2 所以SET里面的成员值 一定是唯一的 不能重复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对于SET 有哪些常见的方法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S点 我想在当前SET里面 增加一个数据 我可以通过.i的增加数据 比如说增加一个Mock 增加完成以后 我再输出 大家看这时候代码第六行 输出结果里面 是不是就会有个Mock 比如说我还想增加一个 叫做ES保存 这里面是不是会有ES 当然它也支持一种 链式操作的方式 什么链式操作 .i的完成以后 再去点 这样的话叫做链式操作 大家看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这是添加数据 那如果我想删除数据怎么办 叫做.delete 删除数据 比如说我想把这里面的 2删除掉 保存 这时候是不是2就消失了 对吧 i的增加 delete删除 那如果我当天想把整个SET里面 所有的值都清空掉 怎么办呢 有一个叫做clear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清空 大家看这时候第八行 输出的SET 是不是就是一个空的了 我把CLEAR先注释掉 要不然下面就没有指定了 是不是 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SET 去判断当前SET里面 是否具有某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输出 输出S.hess 我想判断一下 当前这个SET里面 是否有Moke这样一个值 保存 大家看 这里面有吧 所以说是否返回一个数 比如说是否包含Moke1呢 很简单没有 这就返回一个false 所以说 S的作用是判断 当前SET当中 是否包含某一个数据的 然后我现在想输出 当前SET里面 到底有几个值 也就是它这个大小怎么办 其实还有一个 叫做S.size 注意 我们数组是用的 是不是点S 但是SET呢 用的是点Size 大家看结果 是不是数数是4 因为里面结果 是不是一共有4个 那对于SET来说 它既然跟数组很像 我们数组是不是可以变力 那我们的SET能否变力呢 大家看 比如说 我想就当前S 这样一个SET 我们去把它变力 大家看 大家想一想 对于数组 我们学过什么变力方式 比如说常用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点ForEach 对于SET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每一项叫做Item 然后呢 我这个当前见读函数 左边就一个参数 所以说小花儿不写 右边我只有一个打印语句 所以说大括号 只有语句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省略 比如说我直接输出 这样一个Item的值 大家看代码第11行 输出的是不是就是 123 Moc 然后ES 因为我这里面 一共就是这几个值嘛 因为2重复 所以说只保留一个2 这是一种变力的方式 那另外 我们还学过 哪些变力的方式呢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 通过FullOff 之前我们说过 其实FullOff的作用 是可以变力的对象 它不仅是说 可以变力像数组这样的 其实可变力的对象 不只有数组 我们现在学的SET 是不是也是一个 可变力的对象 大家看 我们通过FullOff 比如说 Let一个Item 然后Off当前 这样一个S 我们输出Item的值 大家看代码 这15行输出的 是不是也是当前 SET的一个变力 对吧 跟FullOff对应的 大家想一想 我们之前是不是还学过 Kiss 点儿 Kiss 大家看 Kiss会输出什么值 大家没有发现 Kiss的值 其实也是当前SET的一个值 对比着 我们再看一下 再输出一下 对应Value的值 我们仔细看 大家没有发现 输出的值是一样的 都是123 MWK和ES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之前 对应的是不是 还有个叫做 Entrance 我们看 点儿 Entrance Entrance的话 是不是又能得到Key 又能得到Value 我们看一看 比如说 大家看 代码第24行 输出结果 这样 我们输出当前的第0个 和Item的第1个 我们看一看 代码第24行 通过前面这几个编辑的方式 我们能够发现 对于SET这种结构 它其实是不是也是这种 有Key 有Value的 但是它的Key和Value的值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其实是SET的这种结构 的一个特点 那学完了便利 和常用方法以外 我们看一看 这个SET 什么时候会用到 比如说 我们看看它的应用场景 第一个 我们学习一下 如何对于数组 进行去虫的操作 比如说 当前 我先把上面这个 先注视掉 我们重新定义一个数组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有个AR 它里面有一些值 可能还有一些重复的值 大家注意啊 这时候 我想实现 对于数组的去虫 我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个SET 比如说 New SET 然后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数组 作为参数 传递到SET里面去 这个时候 我在输出当前这样一个SET 大家看 代码就散散了输出结果 是不是就是对于数组 去虫完成以后的结果 对吧 这是第一个应用场景啊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如何对数组进行 合并去虫 什么叫合并去虫 比如说当前我有两个数组 比如说AR1 它对应的是1234 另外我还有一个AR2 然后它对应的值 比如说是2346 OK 大家看 我现在想把两个数组合并 并且把合并里面 重复的值给它去掉 那怎么办 我们想一想 刚才我们说 这个需求里面 有一个叫做数组重复的 要去掉 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会想到用SET 那怎么把两个数组合并 大家还记得 我们今天讲的叫做 扩展运算符吗 我们看 比如说我这个S 然后呢 New SET 这时候 数组 然后点R点R点R1 这号号 点R点R2 这样的话 这是1啊 这样的话 两个数组 是不会进行合并 因为扩展运算符 不就是把里面的 每一个值都取上来吗 这样的话 两个数组 是不是会合并成一个新数组 当放到New SET以后 这个新数组的值 是不是也会被去重 这时候 我输出36番的S 大家看 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 去重完成以后 所对应的结果呀 这个呢 也是很常见的 但是我需求可能就有变了 大家看 当前我虽然两个合并 数组去重 但是我得到的 是不是还是一个SET 我希望两个数组 合并去重完成以后 得到的还是一个数组 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 大家想一想 我希望找到的是个数组 而不是一个SET 那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想哦 比如说 你看啊 我输出中括号 然后点儿点儿点儿这个S 大家看 S是不是一个SET呀 大家记得我们在数组的扩展里面 讲过一个方法 叫做array.from 大家看 它的作用是不是可以转化成数组 比如说 我把这个SET传进去 我们看代码第38行 是不是也能够把当前这个SET 转化成对应的数组 我们是不是现在完成了把SET 转化成数组 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也不复杂 但是我还有这样的需求 大家看到 我现在想求出 当前这两个数组 它们之间的交集 什么交集 第一个数组有1234 第二个数组有23456 它们的交集是不是234 因为两个数组里面都有234 我想求出这个数组的交集 大家想一想 应该怎么去做呢 比如大家看这样 我现在找到是不是两个数组 我现在把两个数组 变成两个SET 比如说SE等于NewSET 然后把AR1传进进来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S2 它对应的是把AR2这个数组 转化成对应的SET 这个前面就讲过 对吧 接下来S1和S2 是不是得到的是两个SET结构 接下来大家看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result 表示交集完成以后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NewSET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们调用一个方法 之前我们学数组便利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方法叫做filter filter的作用是不是对于过滤 然后会返回符合结果的 这样一个数组 大家看 比如说当前我对AR1这个数组 进行filter过滤 它的参数对应是不是它的内容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做item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判断什么 大家看 我们可以判断当前这个集合里面 是否具有当前这样一个值 我们写 大家看 我们是否变立这个1 然后在循环变立的时候 我们看看当前这个S2 大家注意 我们对于SET方法来说 这个没写完 所以作用报送 怎么写完就不报送 大家看 我们刚才讲过 对于SET来讲 它下面是否有个方法 叫做HES 这个HES方法的作用 是不是判断当前SET里面 是否包括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当前这个Result的结果 大家看代码第44号 有没有发现输出的就是当前 我们这样一个交集